北京市民对市场输解壁市已经习以为常了,几乎每月都会来一场促销壁市。 五道口服装市场,最早是在四环与学院路交界口的东北角,后来由于拆迁转到了学院路北口,与清华东路的交界口,规模也大了四层楼,品位也高了很多韩国进口服装,当然价位也就高了,曾经50多所高校是消费主力军。 由于有着悠久的渊源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,周围全是大学和老外,名气也越来越大了。 此市场营业面积一万一千多平米,经过十多年的千锤百炼,已经成为北京50多所高校的学生,时长云集的场所,是学生们的哈海胜地。 韩国服装都是在一层卖,价位通常比二楼的要高不少,但是可以砍价,空间还是有的。 一楼韩国精品区,还是比较有特色的,可以逛逛。 楼上特色不明显,与一般的服装市场大同小异。 主要经营特色是外貌服装、韩国服饰、时尚饰品、鞋帽、香包皮具、精品百货等, 是北京北部地区及学院路高校聚集区的时尚中心地带。 每一次的输解前都会上演一次黄甩战,但真正内幕大家也都是知道的。 据武道口服装市场内部消息称,这个市场将会在19年1月30日,进行输解必是不再经营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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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